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天气很好,我来到了波士顿市中心 顺便给大家拍一拍波士顿市中心的景象 好,我们现在去瞧瞧了 我前面这个楼是波士顿南站 修建于1899年,现在是美国历史文物 这边是地铁站和短程火车站 后面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 再给大家环绕一度看看周围 这个很高的楼可能有40层楼 这个楼是美国联邦银行波士顿自航的楼 这边也都是高楼大厦 但是这边的楼基本上都是好多年前建的 例如六七十年代建的楼 这个楼是美国联邦银行波士顿分行的大楼 可能有40层 当然了不让我进,我只能在外面拍一拍 边上是这样的景色 这个警车还是联邦银行的警车 看来联邦银行在这边范围还挺大的 这边还有一块小的绿地 今天温度特别高,有20度 这边在这儿照相,不知道干什么这几个人 我也没明白这上面是 他们好像是抗议什么 劳资不公的好像是 波士顿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我很快就走到了海边 前面这个小红的房子呢 就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房子 上面是Boston Tea Party 在美国独立的历史上有自己的地位 海边建了很多房子 都是最近十年建的 这边都是新的房子 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了 这是另外一条街